法国知名作家 余果曾言 音乐是思维者的声音 从音乐可以感受到创作者 选曲者独特的美学思维 在不同音符碰撞下 重新泛起关于美的涟漪 用心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就能找到那块属于自己的 心奢美学之境 让我们和威士忌之王 皇家礼炮 一起沉浸于小提琴 悠扬琴声和西式料理 调而成的心奢之际 透过音乐家演奏知名乐曲 和主厨精湛的厨艺融合 以你同样追求 美好生活的美学家们 调而出专属于生活中的 绝佳风味 打造音乐和餐点的精彩饗宴 享受烦而不烦的心奢美学 我一直觉得美学 除了是我们的视觉感官以外 还有一个层次是在心里的 例如说 他摆起来很漂亮 吃到嘴巴的感受 可能更感动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音乐家 他可能拉的完美度 不在我们认知的美学 例如说硬色的完美度 没有波音音准又很好 这种叫做表面的完美 但这个很有很资深的音乐家 他拉出来的音乐的时间差的艺术 在时间里面做这个声音的艺术 他可以感动到人心 那个时候其实 人收到感动了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生活的美学 因为创作需要灵感 适度的酒 我觉得是进入另外一个 不同的状态 有时候可以激发出不一样的灵感 或者说我看到这个酒 他给我的风味是什么 因为酒体风味上面有程式 跟我们在研发菜单的程式感 要考量的点一样的重要 对那他的香气 他的颜色 他的原料分别是什么 或许不同的酒体 都可以带给我一些 更不一样的灵感创作来源 在很多场合的时候 我会拿出皇家里话来跟大家分享 在分享的同时呢 对他们来说是我的酒 点缀了他们 可是对我来说是他们的生活 点缀了我 像今天我们坐在这边 其实听悠悠分享 还是听Chef分享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对美的生活 你们的美也是把它分享了给我 那我只是用酒的方式 去点缀了去调和你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这整体来说就是极致的展现 那皇家里话的酒意 极致的调和 所以我们把极致调和做到最好的时候 让我的美的事物 可以融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拿起酒杯 Salud Salu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